家務沒人出去做的, 骯髒 你不喜歡嗎? 不喜歡煮飯 為什麼你這麼不喜歡煮飯? 他不懂煮飯 喜歡煮, 不喜歡吃 不同調查發現 雙職婦女兼負責八成家務 香港女性做家務的時間 比男性多三倍 男士們為什麼不幫忙做? 有意做, 有意不做 有什麼家務是不喜歡做的? 洗衣服, 清潔 清潔, 例如清潔什麼? 地板 地板? 素、灰塵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的 如果你不想洗碗的時候 你跟老婆會有什麼藉口說? 不用, 老婆洗, 自動洗 不喜歡?你別用指揮 當初我嫁給你的時候 是你說你做家務員 當初你過門的時候 也沒現在這麼不理 紫菜碎, 番茄汁, 打爛雞蛋 說得出他的污漬也有 你把他弄乾淨吧 究竟用什麼抹東西最乾淨呢? 以前就說用力而已 加一下, 當然是用腦子 好似膠盒上的油漬 明明用洗潔精洗完都是油膩的 那麼怎麼搞呢? 用鹽就搞得定了 將食鹽灑在食物盒裡面 再加少量清水和洗潔精 蓋蓋 用力搖大約30秒就搞定 對, 看 generations 七ologique gjort 乾淨清爽 至於只用洗潔精洗完的 還是滑滑滑滑的 所以打滑滑滑的時候 想地面快點乾 又不留水漬的話 吃鹽一樣 judicia 只要用暖水再加鹽來拖地 地上的水分就會快速蒸發 比用凍水更加快 這麼快?很厲害 還用完我的鹽 現在抹牆拖地,哪用這樣 乾有乾拖 按出水鍵,濕油濕拖 乾淨了,沒有掉拖 因為吸口夠大,滾策會保持運轉 變相會用邊吸邊捲的垃圾進去 肉眼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但內裡可能還暗藏細菌 怎麼辦? 在清水箱加入清水 它就會自動分解清水裡的磁綠酸 變成電解水 因為磁綠酸電解水有氧化性 這樣就達到殺菌清潔的效果 家裡清潔好了 神秘功夫教你了 這樣也想懶惰嗎? 只要按一個按鈕 清潔滾輪就會自動清潔 再拆開污水箱倒水 就完成了 既然這麼容易 那就不用麻煩我們的男士 那就是時候 看電視